一听到癌症,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得了不治治症,没救了,有的甚至直接放弃治疗了,其实这样并不对,世界卫生组织很早就表示了, 癌症治疗效果如何是和癌症的类型有很大的关系的,并不是所有癌症都会引起死亡的,有的经症规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,下面就是关于各类癌症的愈后的介绍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,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愈后最好的肿瘤,甲状腺乳头状癌,大概是所有癌症当中,愈后最好的一种了,一般经过手术配合药物等正规治疗,是可以治愈的。 另外,皮肤癌在我国的发病率也是比较低的,愈后也是比较好的,经过手术或放疗基本都能治愈,血液系统肿瘤中,或其近离八流,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愈后很好,可以达到分子遗传学的治愈。 另外,像男性生殖细胞肿瘤,女性的溶癌,即使分期很晚,经过手术及化疗或者放疗,也是能够达到临床治愈的,头颈部肿瘤,鼻炎癌,喉癌对放化疗敏感,五年生存率达到90%以上。 其次,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哪些肿瘤,是预后相对比较好的,宫颈癌,乳腺癌,前列腺癌,只要可以早期发现的话,治疗效果也是相对比较好的。 而如果想要做到早期发现,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体检,尤其是宫颈癌,近年来的早期筛出率是很高的,这时候再经过针对性的治疗,是可以达到治愈的。 尤其是乳腺刀管,原胃癌DCIS乳腺小液原胃癌LCIS这属于乳腺癌分期中的零期,可完全治愈。 另外还要说到一点,如今宫颈癌疫苗上市,这对女性来说,意义是很大的,而前列腺癌,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慢的,如能做到早期发现,治疗效果也是很好的。 不过要注意,前列腺癌中的胃分化癌,育后极差,对任何治疗都无效。 最后,我们来接着看一下,育后比较差的肿瘤,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,那就是肺癌、肝癌、胃癌、食道癌。 所以像有家族使者,年龄超过40岁者,有相关原始疾病者,比如肺炎、胃炎、肝炎、乙肝等疾病、长期抽烟喝酒等。 这些都是癌症的高发人群,一定要定期进行筛查,以便于发现早期的病变,从而争取的最佳的治疗时机和治疗效果。 一般情况下,早期的癌症治疗效果,相对于中晚期的癌症治疗效果不要好的太多。 上述就是关于各类癌症的育后介绍,简单来说就是想要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,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治疗。 而想要发现早期的癌症,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。